接著我們開始上的東西就是所謂的不重要的東西 台灣的地形 第一個就告訴你,剛剛講過了台灣島有受兩種作用 一種叫做內營力,一種叫做外營力 板塊擠壓是所謂內營力,使台灣島在上升之中每年才升會五公里左右 五公里左右 然後還有所謂的外營力 台灣的高溫多雨炎熱潮濕 所以風化機的作用非常的強烈 所以有一個是內營力,有一個是外營力 這兩個力量加起來 就造成了台灣的種種的複雜的地形的改變,地形的變化 第一個,講的是台灣的岩石分布的狀況 這裡有一張圖,請你想看清楚,回去看課本 講義上只能印黑白,一堆糊糊的也看不出來什麼東西 講義課本裡面的是彩色的,然後比較清楚 但事實上我重點都跟你標好了,重點都標好了 上面是大腿火山區,下面是藍魚跟綠島,什麼眼? 鞍山眼 跟你講,鞍湖什麼眼? 玄武眼 金馬什麼眼? 八岡眼 重點我都幫你標好了 重點我這裡都幫你標好了 然後其他如果你想要再看的話,你就再回去慢慢看 因為講義上的看不清楚 回去看課本是彩色的 你會比較知道他在畫些什麼東西 然後呢,因為呢,我們有河嘛 那河在山上呢,坡度抖流速快,進來能力強 到了屏地就啪啪丟下來 就會形成什麼?沖積平原 到了河口就有什麼東西?三角洲 當然啦,台灣的河都沒有什麼偉大的三角洲啦 搞一個珠香三角洲也沒這回事啊 反正是一點點,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們有沖積平原 然後呢,有三角洲,好,三角洲 OK,就是這樣子 然後呢,就是跟你講 我們的嘉南平原哪泵來的? 我們有一個大大的嘉南平原 這個嘉南平原是兩個作用形成的 第一個剛剛講過了,我們有沖積平原對不對? 河流下來有沖積平原 可是台灣的河也沒有多偉大啊 沒有那麼多的沙子,那還有什麼東西呢? 內營利 台灣島在上升之中 地殼抬升露出來 所以呢,我們的嘉南平原是兩個作用造成的 一個是外營利的沖積,沉積作用 一個是內營利的抬升 然後這樣我們構成了我們的偉大的嘉南平原 然後歷史三角洲 我們前面忘記是不是講過了 就是說,河流嘛,就是帶帶帶帶帶到出海口的時候 通常都是一些比較細的沙子嘛 比較細的沙子 所以三角洲都是一些細沙子 可是我們卻有歷史大顆的石頭構成的歷史三角洲 哪邊?東部 因為你們經理交過啊 台灣東部 一出海岸山脈是怎麼樣? 就到海邊了 上面山高水急坡路斗流速怪 就在那裡想怕他衝下來 一個通丟下去 所以有歷史三角洲 所以我們的台灣東部 有那個少見的 世界上少見的歷史三角洲 然後沙灘就不用講了嘛 就沙灘 就是衝擊過來 沉積來的沙灘 沙灘 我們台灣的西部是所謂的沙岸地形 對不對? 所以大部分都是所謂的沙灘 沙灘 OK 這個就地灘 這考過 這個地灘考過 就是這個 地灘 剛才講過到海邊應該怎麼樣? 比較小顆對不對? 對 細沙子對不對? 可是卻有一堆大石頭都在這裡 學生討論這個 他說這個叫跳石海岸 因為那邊走掉要用跳舞 才能往前走 跳一下跳要往前走 跳石海岸 我問你說為什麼這邊都大石頭啊? 為什麼這邊都大石頭啊? 就是旁邊的山封下來的石頭 沒有經過流水長期斑運滾磨 就堆在海邊 再受海浪的侵蝕 然後所形成的 所形成的 所以呢 崩落的岩塊 沒有經過流水長期斑運滾磨 堆在海邊 再受到海浪的侵蝕 形成了一個也是世界上少見的 在海邊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 九陶的栗灘 栗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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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的這個跳石海岸 講過這一題學冊考過 這是跳石海岸 跳石海岸 好 就學冊考過 好問你為什麼會長這樣 好 剛才講過的沙岸也有所謂的沿岸 沿岸 比較特… 比較… 我們北部比較就是椰柳 對不對 椰柳很多奇岩怪石 就是受到海水跟風的侵蝕的作用 海水跟風的侵蝕的作用 像這個竹台石 所以還有很多別的吧 其實我們講的女王頭也是侵蝕嘛 對不對 女王頭也是侵蝕 反正就是這些石頭 然後一些極形怪蕩 海水跟風的侵蝕所造成的 叫沿岸 那狀況也有個竹台石 就是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所看到一些景觀 OK